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猪猪队友的生活频道,我是Sky 我是Bendy Channy呢已经睡着了,当然现在是深夜时刻了 现在是,喔还好,今天对我们来说还蛮早的,才十点四十六分 我们现在要来点宵夜 那这不是今天的重点 今天的重点呢是要来跟大家公布 我们即将就是下一段旅程要去哪里 有需要这么隆重是不是 也不是啊,就是刚好今天有时间 因为我们通常啊,就是一个礼拜如果有七天 可能有五天我们是晚上看不到彼此的 因为Wendy通常会在里面直接睡着 就是,我会陪全你睡觉 然后可能,因为我在陪他睡觉的时候 我不可能自己在旁边滑手机 就是这样他也睡不着,他也会想要来看手机啊 所以我就会就是跟他一起闭眼睛 然后我就会跟他一起睡着 没错,然后 大部分就是除非真的那种很紧急 我们明天有一个登栏要赶 不然我是不会叫Wendy起来的 通常都没什么好下场啊 因为Wendy 晚上的时候其实还蛮凶的,说真的 对不对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对啊,就是 他是另外一个人 就是半夜被吵醒是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这算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接下来下一段旅程到底要去哪里 那我们有在IG上问过大家 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如何 你说看大家有没有猜对 对,看大家有没有猜对 看看大家不厉害 有没有猜到我们要去哪里 但其实我觉得厉害的人应该知道 因为我们之前有发一个Google表单 然后我们大概有跟大家讲 我们这一年度有一些规划这样 当然最后没有全部都执行啦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澳洲 澳洲 北北不是 印尼 印尼不是 新加坡 新加坡不是 中南美 印尼、越南、马来西亚 诶,其实 大部分人都猜错诶 波罗地海、三小国、马来西亚 终于有人 泰国 泰国是我们去的其中一个地方 墨西哥、日本、韩国、马尔地夫 还有冲绳自驾游 有人想看冲绳自驾游 还有埃及、日本、澳洲、新加坡 这是丹麦吗? 挪威啦 挪威的国旗 欧洲、巴西西的 有人说下一站幸福 我也想要去下一站幸福 新加坡、埃及 好,结果没有人猜到 只有猜到一个 没有人全部猜到 就是我们下一趟会去两个国家 没错 其中一个是泰国 另外一个呢 就是 达达 辽国 这个国家就 蛮冷门的吧 对不对? 辽国也是你唯一一个 还没有去的东南亚国家 对吧? 不是这样说 因为东南亚 就还包括 汶奶 但是你如果说中南半岛 那就是了 唯一一个还没有去的 中南半岛上面呢 就是 从越南的隔壁就是 辽国跟柬埔寨 再来是泰国嘛 那下面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嘛 然后在隔壁是缅甸嘛 那这些国家我们都去过了 但是就剩下一个 辽国还没有去过 其实我没有去那么多 我泰国也没有去过 泰国也是第一次 对啊 我是第一次 我跟Chinney是第一次啊 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行程规划 我们这一次呢 我其实也不知道 嗯 我跟妳完全不知道 她大概知道 没有我只知道 我们要去泰国跟辽国 好 我们这一次呢 要先去泰国转机到辽国 辽国就会走最经典的三个城市 从他们首都Vienchen 泳增 泳增 然后到北部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叫做万荣 它也是有点类似这个桂林山水的感觉 很多这种Caster的这个山 然后一个整片的平原河谷这样子 是他们辽国北部的一个户外运动的中心 那以前也是很多背包客会在那边飘飘河 然后喝得烂醉 然后就会那时候就发生了蛮多意外 就是可能嗑药啊 然后喝酒 所以又在河上面嘛 然后就可能常常会有这些负面的新闻 所以后来他们就整顿了 所以现在这边变得是一个蛮peaceful的地方那样子 那所以我们也蛮期待的 一直有听说这个地方呢 都没有实际去过 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北部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 法国殖民时期 留下来的这些很漂亮的小镇 叫隆坡邦 那这个地方呢 它本身城市就非常漂亮 就是融合了柬埔寨市跟法式的建筑 然后整个就是你会感觉说 哇就是回到一个 哇殖民时期的那种色彩 然后很漂亮啊 走在街道上很舒服啊 很宁静这样子的感觉 嗯 所以我们就是会去这三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会回到泰国 那我们这一次呢 其实也很贪心啊 真的很贪心 我们想要玩曼谷 又想要玩北边的清迈北泰 所以我们就真的 算是相对那样 其实贪心的是你啦 我是还好 我是完全不知道 哦就是我是 因为我其实泰国曼谷跟清迈我都去过 但是因为Channy跟Wendy都没去过啦 然后我们就想说 体验看看 然后这一次呢 也是 呃 我们也是会第一次去体验那个 泰国的过夜 沃铺火车 因为之前我们都有搭过 但是Channy没搭过 所以我们就想要 让Channy体验看看 宝宝 能不能 战胜那个沃铺火车 我觉得会蛮精彩的 我是觉得他应该可以啊 一定可以 他过夜船都搭过了 对 他没有什么不行的啊 就是他现在睡觉也睡得很好了 没错 其实他一直都睡觉睡得很好了 只要我有陪着他一起睡的话 嗯 因为我们不想要影响到别人嘛 所以我们就是订头等舱 就是头等舱 就是自己一间的包厢 嗯 他总共有两种的火车 一种是比较新的 那另外一个是旧的 但是新的那一个我怎么早都没有票 因为他就只有二十 一个 因为一个 因为一般列车啊 就只有二十四个座位而已 那我们要两个嘛 那都是只剩一个座位而已 嗯 就不可能这样 那 所以我们后来是只有订到 呃 旧的 但是这几天我可能还是会再注意啦 如果有新的我们就会 尽快把这个cancel 好像就是付20%的票价吧 但是就可以换到新的这样子 对 那一个如果大家想要去体验的话 一定要提早订 就是他们三十天前就会放票 就是一个月前嘛 跟我们那个铁路也是很像嘛 嗯 那你就马上去订 因为那个是真的就是订不到的 对 那甚至是连旧版的 旧的火车啊 我看都没剩几张 我们也是把最后两张票少掉 对 所以真的要提早订 现在旅游大爆发到处都是人 很多饭店啊 像我们也规划去 那个 太北那边 想要住 呃 那种 大象的保育育员 也是订不到 对 就是 真的 已经连三月都订不到了 现在四月才订得到 非常可怕 现在的旅游真的是整个复苏啦 非常非常可怕 那是报复性旅游了吧 没错 没错 好 那这是我们简单目前现在的一个行程规划 那 呃 如果大家有去过导国或去过泰国 呃 你有什么推荐的释放景点 也欢迎在底下 分享给我们 我们也很想要知道说大家有没有一些呃建议啊 或者是说你们觉得我们可以拍的影片的题材 因为其实这一次啊 我们有在想呃 呃 解一下导国当地的一个情况 嗯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 可以比较深入了解啦 因为我们 如果只是我们自己去玩的话 可能就是观光旅行 看到的还是会比较表面一点 但是如果有机会可以认识到当地人的话 应该可以拍出更多有趣的影片 对对对对 也想要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 好 那讲完我们这一次的行程 应该大家都没有猜到导国的部分 那我自己是蛮期待的啦 我们这一次就是会 带着Channy去挑战看看 因为导国 本身就已经比较少人去了 然后带着小孩的又会更少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 也能够帮大家实测说导国 是不是亲子友善 然后 呃 带小朋友去导国 可以怎么玩 然后 呃 会不会很不方便等等的 因为我知道其实有些路啊 呃 或是有些hiking的地方是确实是比较难的 对那所以这种 可能我们就不一定每一个 呃 有名的那种 呃 要爬很久的那种 不一定就会都 哦 我还以为你是要说 那我们就要开始健身 没有 可是因为有些那个是要守脚病友 那如果带着Channy 因为他现在还不能就是 我们不可能让他自己去守脚病友 对 那尤其是就是在山上 你如果说是在呃 尤其时里面 那当然可以让他自己去探索 可是 因为这种 毕竟还是有危险性的 所以我们就是 还是会评估啦 那有些景点 如果我们 评估 不行的话 可能就不会去 那 那也是会走比较 呃 适合Channy的路线 嗯 好 那讲完了我们的行程 我们顺便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前阵子啊 有在呃 呃 我们的社群平台上面 跟大家分享 呃 我们有可能会开团 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出去玩的问卷 嗯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在进行当中 但是呢 因为我们 这件事情决定的有点干 应该是说我们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要 开团 带大家出去玩 就是从 啊反正一直以来都有蛮多的人 希望说我们未来可以开团的 但因为前阵子是疫情嘛 前几年 所以到 今年就开始突然好像 比较复苏了之后 我们突然想说 诶好像可以开始来进行这个计划哦 嗯 然后 因为我们原本就想要二月去泰国跟辽国嘛 然后 就想说那或许可以趁这一次机会 带大家一起去 然后我们也联络了 合作的旅行社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是太赶太赶了 就 我们问卷也是不久前才发出的嘛 对 所以就在 嗯 合作的细节啊 或者是我们大团的行事啊 行程啊 景点啊 甚至是大家 大家要走行程的价位 或是路线 例如说亲子团 还是比较背包客团 还是比较 嗯 高级的团 这种我们都还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共识 所以 这一次可能就还先没有办法带大家出去 但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努力看看 我们会 再看看 接下来 有没有机会 还有没有机会 再把这个行程 嗯 规划出来 这样子 就如果 有机会带大家出去玩的话 我们真的还是蛮想试试看的 嗯 主要是想要跟大家一起玩啊 就享受那个感觉 这样子 就是我们其实也蛮 就是既期待又害怕 就是 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因为我们毕竟 呃 之前也没有这样子过 所以 我们 有点紧张 然后又是有点 就是觉得说真的 真的有办法吗 这样子 但是我们会努力看看啦 也算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目标吧 对不对 就是 可能至少会 希望可以至少出个一团 这样子 对对对 好那就 请大家 在耐心的等待我们一下 但这一次我们就会先帮大家 用 影片的方式带大家去聊国跟泰国玩 那也不要忘记锁定我们的频道 生活频道 还有我们的 主频道 还有我们的 IG FB 追踪起来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接下来的旅行计划 然后 我们的 菲律宾影片 土耳其影片 也会在近期 散玩 分享给大家 希望可以 希望可以 就是不要再一直多重宇宙 对 但是 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在剪片 那也请大家要多多帮忙看片 就是 也是很不好意思啦 因为我们剪片比较慢的关系 所以就是 然后又有时候又会 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日本 又很想要及时跟大家分享 因为那时候就很多人去日本嘛 想说可以先把资讯分享给大家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频道啊 然后我们的IGFB啊 就是呈现一个多重宇宙的状态 我们会努力的啦 但是因为片量真的很大 那我们就希望 能够把我们想呈现的都呈现给大家 所以 尽力尽力尽力 那就拜托大家 多多帮我们观看影片啦 一定要看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 敬请期待咯 拜拜 晚安 拜拜 餐到了吗 要没 好